大家好,我是马丁 今天给大家带来 名字探柯南天域版第266-268集 海外天文版第288-290集 情人节的真相 这个案件分三集 案件的精彩程度也对得起则的体量 暗中案,暗生案,一案接一案 剧情连贯紧凑 十分精彩 强烈案例给大家 刚刚过完热闹的新年 一年一度的情人节就要到了 在日本,少男少女们喜欢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给新衣对象送巧克力表达自己的爱意 因此原子特意在情人节到来之前 要毛利一家三口道吹渡山庄做巧克力 沦为开车司机的毛利大为不解 为什么要特地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做点心 在家做不像吗 原子颇为不好意思的白手解释 吹渡山庄之所以会那么有名 是因为在那里做的巧克力可以保证恋爱成功 他打算亲手做巧克力送给静气珍 跟他告白 一举拿下这个名颗里的战力天花板 一路周车劳顿 毛利他们终于顺利抵达山庄 老板颇为符合奸商在毛利心中的形象 一个看似与世无争 但暗地里却通过电视台营销自家山庄 能够成功恋爱的属性 从而又骗那些无知少女 来这种深山老林里做巧克力 大赚一笔的山庄老板 也许是为了教训毛利对自己出言不逊 又或许是为了解释自己山庄出名的原因 老板一本正经地告诉毛利 他没有骗人 大约在十年前 有一对男女因为在这里做巧克力 最后告白成功洗劫连理 经过杂志和电视的报道后 山庄才成了热门经典 深受情侣青睐 直到四年前 他的丈夫因意外去世以后 山庄就变味了 不断有鬼怪在这里出没 来这里玩的游客才减少许多 说完了山庄爆红的原因 老板还意味深长地提醒毛利他们 如果不想收到鬼怪送的奇怪礼物的话 最好不要在下雪时独自外出 此言一出 小兰和院子被吓得瑟瑟发抖 本是冲着甜甜的爱情而来 谁曾想又和鬼怪扯上了关系 就在这时 从别墅里走出两女一男 他们也是慕名而来的游客 三人分别是摄影师粉川 记者二元 以及他的女友亚子 二元接过老板的话茬 告诉他们鬼怪的又来 这里山路蜿蜒齐驱 经常有人不幸遇难 但每年一到这个世界 莫名的有巧克力摆在受难者的尸体旁边 至于是遇害者的阴魂作祟 还是雪女的杰作 则完全是忍者见人智者见智了 吓唬完小兰他们 二元就带着摄影机和相机 独自前往山里工作 见柯南疑护二元的工作内容 粉川告诉他 二元是为了追查五年前的真相 当年他在山里 似乎看到了已经灭绝的动物 日本狼 由于不断遭猎人猎杀 导致日本狼近乎灭绝 已经有100年 没有人看见过他的踪影了 按理说 如此珍惜的动物应该加以保护 然而另一位游客胖子哥 却反其道而行 背着猎枪要去抓捕日本狼 男子走后 老板也带着他的小狗三郎 去森林里祭拜他的丈夫 留守别墅的亚子两人 负责叫小兰和原子做巧克力 从闲聊中得知 老板的丈夫是四年前的 情人节那天遭遇雪崩 不幸遇难的 跟前老板一起遭遇不测的 还有亚子的哥哥 更不幸的是 亚子哥哥的一体 至今仍未找到 所以亚子每年都会来这里祭拜 做好巧克力拍照留念之后 粉川和亚子担忧地看着窗外 雪越下越大 似乎要刮起暴风雪了 但二元尚未回来 放心不下的两人分头寻找 可他们找遍了二元 可能去的地方 依旧没看到人 只能回到别墅 发动大家一起帮忙 结果还是不尽人意 大家转了一圈 依旧没有任何发现 此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 就在大家担心不已的时候 前方突然传了一声枪响 紧接着 之后出现一名 同样是背着猎枪的男人 男人和此前去抓捕 日本狼的胖子哥是朋友 两人都是为了抓狼而来 因为和后者相比比较瘦 所以我们就叫他瘦子哥 众人偶遇瘦子哥的同时 偷偷带三郎出来的柯南 顺利找到了二元的尸体 没过多久 毛利他们就循着三郎的叫声找了过来 得知二元已经死亡 司空见惯的毛利指稍微震惊了一下 然后拿出自己的专业素养 勘察现场 以及维护现场秩序 在这种低温天气下 尸体早就冻僵了 连精通判断具体死亡时间的毛利 这下也没辙了 不过现场还是遗留了不少信息 首先是死者脸上的血迹 有中断的痕迹 像是被某种东西擦掉一样 极有可能是凶手的衣物刮蹭到了 二是死者脸上戴着太阳镜 众所周知 戴着太阳镜在视线昏暗的暴风雪中行动 是很危险的行为 因此可以推断 死者的遇害时间在白天 对此柯南有不同的看法 仔细看的话 可以发现死者的护目镜里面 左镜片沾有隐形眼镜 右眼并没有戴隐形眼镜 也不在护目镜里 说明右眼的隐形眼镜 是在被殴打时掉地上了 而护目镜则是凶手行凶后 才帮他戴上去的 仅凭护目镜来判断遇害时间过于草率 接着 柯南又从怀里掏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东西 亚子今天做的巧克力 那是他找到死者时 就放在死者肚子上的 为什么亚子的巧克力会出现在死者身上 他是本案的凶手吗 如果是他 岂不是不打自招 不过很快就排除了亚子的嫌疑 因为小兰和原子可以证明 大家在离开山庄前 巧克力还放在厨房里 在那之后 亚子也一直跟他们在一起 没有做完时间 那就剩下一种可能 凶手放的 想以此栽赃嫁祸给亚子 而且凶手 就在他们这些住宿的旅客和老板当中 此时天色已晚 暴风雪也已来临 于是毛利提议先回山庄等警方抵达后 再做进一步打算 然而文迅赶来的胖子哥去告诉大家 警方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来了 因为从山下通往山庄的隧道 在30分钟前发生了雪崩 至少得花上一天的时间来抢修才能通行 为了尽可能多的寻找线索 毛利特意把二元的相机和摄影机拿了回来 可是摄影机里的录影带没用过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相机的胶卷上了 毛利感到沮丧的时候 亚子提供了一条线索 昨天晚上二元也拍了一些画面 也许能从里面发现点什么 于是大家分头行动 小梁和粉船去浴室冲洗照片 剩下的人在客厅里看录像带 因为二元包里放了很多卷录影带 亚子也不知道哪些是昨晚拍的 所以他们只能挨个排除 一听到要挨个查看 胖手组合就不淡定了 他们不介意跟凶手待在一起 但是看死人拍摄的东西总觉得不激励 奈何人少言为抗议无效 毛利耐着性子看完了所有的视频 没有任何发现 甚至途中还出现了个小插曲 电视机罢工了 气得毛利直接采取拍一拍的方式维修 力气大到连电视机上的不倒翁都给震吊下来了 又恰好被三郎接住 闹了个大尴尬 好在去冲洗照片的粉船有了发现 二元最后拍摄下来的照片上有几个模糊的阴影 前面的照片都没有 因此粉船猜测阴影是血迹 他被打倒在地时围意中按下了快门 从照片上的天色来看 可以确定是白天遇害的 如此一来 就可以排除在别墅做巧克力的小兰他们 出去打猎的胖兽二人组和老板有做完嫌疑 但很快又被胖子哥他们否定了这个推理 因为放巧克力是解释不通 虽然不知道二元具体的遇害时间 但可以肯定放巧克力的人就是凶手 晚上八点 毛利他们出门找人之前 巧克力还在山庄 而他是在山庄旁边遇到毛利他们的 当时毛利他们刚好从山庄里出来 从山庄到案发现场 速度再快也要20分钟 因此他没有做完时间 至于胖子哥 那就更不可能了 八点钟的时候 他还在离山庄很远的隧道附近 亲眼目睹了隧道因为发生血泵而无法通行 并且警方是在他们返回山庄打电话报警时 才公布的消息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不可能知道 要说在场的人能把巧克力放到死者身上的 只能是做那个巧克力的压子了 昨晚先做给和今天相似的巧克力 然后和粉船分头出去寻找二元的时候 趁机把他杀了 并放上巧克力 跟大家一起出去找人的时候 再把今天做的巧克力偷偷带走处理 听到闺蜜被人冤枉 粉船第一时间站出来提特澄清 他们第一次出去找二元的时候 外面已经刮起暴风雪了 如果他是在那时兴凶的话 案发时所拍摄的照片上应该拍到暴风雪 但显然没有 其次 他曾把大家今天做好的巧克力拍了下来 经过对比 可以看到虽然现场的巧克力有一点融化 还有凹陷的痕迹 但不论从文字形状还是书写的方式来看 都是今天做好的那个人又不是打印机 怎么可能将细节复刻的一模一样 如此一来 就可以排除在场所有人的作案嫌疑 凶手会是谁呢 就在这时 老板阴侧侧地说道 难道山里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别的什么 听他这么一说 兽子哥突然想到 在碰到毛利他们之前 曾经在森林里碰到一个很可疑的家伙 个子高大 头戴着黑色针织帽 兽子哥怎么也想不到 他这短短的几句话 瞬间在柯南河粉川心里 掀起了惊涛骇浪 因为一说到黑色针织帽 柯南就想到吃井就医 而粉川则是情绪激动地认为 下野死而复生了 下野 也就是亚子的四年前失踪的哥哥 粉川的男友 虽然没有找到下野的遗体 但他们还是在这里立了一座坟墓 就在前任老板和他前妻的坟旁 说来也怪 在这森林里不只有他们三人的坟墓 还有许多身份不明 无人认领的遇难者的坟墓 但大部分坟墓都被森林里的动物破坏掉了 只有他们三人的保存完好 大概是老板每天都去祭拜的缘故 虽然听到消息的那一刻内心很震惊 但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凶手是不是头戴黑色针织帽的男人暂且不提 可那觉得大家的嫌疑还没洗清 二元相机里的胶卷 真的都是昨天和今天拍下来的吗 因为拍完的胶卷会自动卷到底 会不会是后来才放进去的 不过和昨天拍摄的视频录像相比 发现照片和录影带中三人的衣装完全一样 看背景也是晚上拍摄的 相机里的最后一张照片 就是那张疑似有血影的照片 说明他确实是在今天白天拍摄的 莫非是冲洗照片时 有人动了手脚 但很快就被小兰否定了 因为他一直在粉川旁边 没看到粉川做出什么异样的举动 要说奇怪的话 大概就是那张带有血影的照片的前面两张 都是一片漆黑 啥也没有 可那一听果然如此 那张带血影的照片是个圈套 就是想不通究竟是怎么拍摄的 更令人疑惑的是 为何要多此一举的在死者身上放巧克力 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电视机里突然传来死者前一晚逗狗的声音 死者拿红色小球去逗三郎 但三郎一副兴致缺缺的样子 这令死者大为不借 明明记得去年来的时候 三郎玩得很高兴 近众 柯南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急忙向老板寻用更多关于三郎的信息 得知三郎之所以叫三郎 是因为在他前面 还有两个同品种的狗狗 叫太郎和次郎 不过他们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次郎是老板丈夫的前妻去世之后跟随他去的 三郎和次郎一样 是只聪明又重情的狗 每天陪他去他老公的分钱时 三郎总是会先跑到墓前等他 如果因为暴风雪而无法出去的话 就会一整天不吃东西 非要等暴风雪过后 去击败完他老公回来才开始猛吃 柯南向老板打听三郎的情况时 回二园房间找次郎照片的粉川 两人发出一声尖叫 过去一看 原来是胖兽二人组跑到二园的房间里 把他的行李翻得乱七八糟的 在Mandy的衣服中 柯南一眼看到一件占有血迹的衣服 血迹中间还断了 似乎被什么东西挡住了 据粉川所讲 这是昨晚二园学做巧克力时 笨手笨脚的不小心切到了左手的大拇指 随后老板找到了相册 上面是两只长得完全一模一样的狗狗 就连老板都是通过他们脖子上的奖牌区分的 那是先政府颁发的救助受困者奖牌 盯着照片上的狗狗沉思片刻 柯南越发肯定自己的猜想 果不其然 等到夜深人静 他拿红四小球去逗三郎 看到三郎开心玩耍的样子 柯南就知道自己猜对了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凶手的做案手法了吗 以后柯南边运毛利 以毛利的名义将大家召集到厨房 他将在这里解开整个案件的谜题 首先就是最直观的一个问题 究竟是谁将巧克力放在了受害人的身上 如果不解开这个谜题 相信后面的推力也难以服众 说来也巧 知道这个谜题的不是人 而是狗 受害人身上的巧克力 实际上是三郎叼过去的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 三郎明明整碗都和柯南在一块 他哪来的时间去叼巧克力啊 如果单单只有一条三郎的话 确实做不到 但巧就巧在 三郎有两条 或者说另外一条 其实是早已经被男主人宣告死亡的次郎 今天早些时候 毛利不小心碰掉了电视机上的球状不倒翁 三郎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但是在受害人拍摄的昨天的视频里 三郎却对身边路过的网球没有丝毫兴趣 再加上男主人生前 每天都带着三郎去祭拜前妻 男主人去世后 森林里其他的墓碑都被破坏掉了 唯独太郎 灵子和下野的墓碑完好无损 因此毛利大胆猜测 三郎的兄弟犬 次郎并没有死 而是被男主人命令 每天轮流到王妻墓前守墓 为了顾及后期千代子的感受 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他 而是谎称次郎已经死了 老婆婆听后动感恍然大悟 这也就能解释 为什么在风雪交加没能去祭拜的时候 次郎会一整天都不吃东西 而第二天又会狼吞虎咽 是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了 隔天进餐一次的习惯 至于记者二元 五年前在森林中看到的 疑似日本狼的身影 应该就是三郎或者次郎了 省为受过表彰的优秀山地救难犬 将富含高热量的巧克力 送到需要救援的人身旁 是次郎和三郎受过的训练项目之一 巧克力有融化的痕迹 和表面清晰的两排齿痕 可以印证这一推理 接着就是照片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 一卷底片拍完时 会有自动捲偏的声音 凶手近距离行凶 明明可以听到 却没有多多可能 拍到自己的底片 那么尤其只有一种可能 那张照片就不是案发时拍的 而是受害人在白天随手拍下的 镜头上的血迹 并不是凶手行凶时飞溅上去的 而是前一天晚上 二元不小心用菜刀切到自己 是粘上的 这一点可以从他那晚 穿的衣服作为印证 有一块地方没有血气 而那里 正好是死者携带相机的位置 至于那张带有血影的照片 前面为什么会有两张漆黑的照片 试想一下 如果有三张照片都存在血影 并且这三张照片 存在着明显的空间距离 那就证明了 镜头上的血迹早就已经凝固 也就不能拿来当作 记录死亡时间的照片了 所以凶手将前两张照片 拍摄成全黑的画面 仅保留最后一张 作为完好的底片 但仅仅是这样还是不够的 凶手还事先将记着背包中的 其余备用胶卷取出 仅留下一卷 这样凶手在行凶后 就能快速地将带有 血影的胶卷放进相机 进而伪造受害人的遇害时间 而能让二元在白天拍下 带有血影照片的 只有亚子 也就是说 犯人只能是他 众人一听到是这个答案 一个个目瞪口呆待在原地 一时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柯南接着解释 昨天晚上 记者受伤后 在他房间里照顾他的亚子 可以轻而易举地 做到上面的那些事情 而亚子行凶后 将二元正在拍摄的底片 装进包中丢弃到了森林当中 被三郎或者次郎 以为是遗失物给捡了回来 里面的胶卷赫然记录着 亚子冒着风雪于傍晚赴约的画面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标注着 四年前拍摄的录像带 虽然可能还不知道其内容 但应该就是导致亚子 杀害记者的原因 事到如今 亚子也不狡辩 将录像带中的内容 娓娓道来 那个录像带中记录的 是当时他哥哥因受伤 而无法动弹的画面 旅店老板太郎 发现受伤的下意 将其扶起来 被雪崩一同掩埋 由于他哥哥一直反对 他们两个的交往 所以就在附近的二员 选择了见死不救 任由其被雪崩淹没 同时他还提到 录像中有两声巨响 这突如其来的两声巨响 让柯南心头猛然一惊 与此同时 众人背后响起了枪声 居然只有亚子 在录像中听到的声音 事情发展到这里 胖兽组合终于卸下了伪装 将枪口对准了 毫无准备的众人 原来 在四年前 胖兽组合勿将下野当成了狼 开枪使其重伤 前来救援的旅店老板 也被枪声引发的雪崩掩埋 巧的是 这一幕正好被在附近 拍摄的记者记录了下来 并以此为要挟勒索两人 交易地点选在了这家旅店 只是这次交易 胖兽组合没打算用钱 而是打算用记者的命之父 谁曾想亚子抢先一步 发现了录像带 击杀了记者 现在 所有人都知道了录像带的内容 胖兽组合也别无特法 只能送所有人都上西天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来人会是谁呢 怀着同样的疑问 树子哥揣着来福枪出门查看 下一秒 来人正是柯南武力一支天花板 惊奇真 顺带还创造了柯南早期的名场面 这犯人也是头铁 眼见惊奇真躲过了第一发子弹 居然还拉拴上场准备再来一发 小狼快步上前跑到其身后吸引注意力 成功给惊奇真近身创造了时间 从而让胖子哥体验了一把 来自男女控制到冠军的混合霜打 眼见危机解除 原子便问惊奇真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惊奇真告诉原子 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来看看原子喜欢的那个人是谁 配不配得上原子 毕竟原子为了那个男人 又是织毛衣又是做茶杯 现在又跑来这里做巧克力 文言原子愣了愣神 指着惊奇真告诉他 那个幸运儿不是别人 就是你 惊奇真真是傻得可爱啊 看不出原子喜欢他就算了 连原子送给他的茶杯都当成花瓶 好吧 其实这不惯惊奇真 因为原子送的茶杯巨大 而惊娜汉子得知原子的意中人是他 第一反应不是冲上去抱着原子 而是害羞到想逃跑 晴日节当天 告白成功的原子去机场送惊奇真 望着原子远去的背影 小兰想到 几天前做巧克力时 原子曾问他为何不在上面写字 小兰在心里暗暗告诉原子 不是不想写 是没办法写 情人节的礼物 如果没在那一天送给对方 就无法感受到送礼者的心意了 他连心意人在哪里都不知道 写上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回到家里 看到爸爸和柯南不在 人前坚强的小兰卸下伪装 抱着巧克力失声痛哭 而躲在沙发后面的柯南 看到小兰如此伤心 心里也十分不认字味 等小兰睡着之后 悄悄帮他盖上衣服 又以侦探小子自成 给小兰发了他睡觉的彩信 吃掉巧克力 证明他来见过小兰了 只是看他睡得香 不忍心叫醒他 以上就是明日探柯南 情人节的真相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喜欢马里讲故事的朋友 可以来个三连支持一下哦